雅迪中国梦想秀 让Mits来欢迎下一位追梦人 大家好 我叫张文静 今年25岁 来自内蒙古吃风 我和许多同伦的女孩不一样 我不喜欢唱歌 不喜欢跳舞 不喜欢出光阶 也不喜欢打扮自己 但是呢 我有一件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拍DV 但是我拍的DV和许多人拍的都不一样 这次来到中国梦想秀 我一定会为我的梦想全力以赴 文静 加油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欢迎 博博老师好 来 到姐姐身边来 好吗 第一次有看到追梦人带着DV就上来了 你会把这里当作你要拍摄的场景吗 对啊 我第一次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这么重要的时刻 我自己肯定要记录一下的 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我叫张文静 今年25岁 来自内蒙古吃风 现在在沈阳工作 文静妹妹 姐姐好 你好 欢迎你 那今天带着DV来 你是里面有什么样的作品要展示给我们 还是就是要记录一些什么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也希望能记录下来 和伯伯老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就要交给我 开始帮你拍了吗 对啊 我能不能调一下 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 好了 谢谢 好了吗 好了 好 今天来到梦想秀的舞台 怎么想向你的梦想发起一个冲击 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笨的女孩 基本上 你为什么这么说自己 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才艺 但是呢 我带来一段 我自己拍的VCR 现丑了 今天拿给大家看 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才艺吧 文静妹妹她特别的实在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呢 我是学护理专业的 对嘛 一个学护理专业的女孩子 这种勇气就值得我们去赞赏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欣赏你的作品 好吗 好的 好 哈哈哈哈 你咱苦念之笑呢 你叫做你 哦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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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怎么去拥抱一下天的风 天上的星星下笔上的人 总是不难懂不能绝对的 谢谢文静 感谢你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爸爸 对啊这个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了其实 然后呢我爸爸其实他是一个戒斗人 戒斗人就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 他这个病呢表现是肌肉萎缩 像那个水冻成冰一样慢慢的冻起来不能动 但是他思维和意识是清晰的 虽然说我父亲现在生病了 但是我用我的DV记录下来 我们每天的生活 这个东西就会作为我这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 爸爸患病多久 患病已经四年多了 这四年多就是你和妈妈一直在照顾他 我妈照我妈是11年就已经去世了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们全家基本上没有一张像样的全家福 也没有给我母亲好好地照一张像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一个25岁的女孩子 自己照顾爸爸 每天给他按摩 为他吃东西 给他讲故事 你不用讲故事了 爸不用哄 他很乖 对 你这也是在哄嘛 你说爸爸很乖 那你来到这里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为了我弟弟能顺利读完大学 亲弟弟吗 对 亲弟弟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梦想 为了自己的亲弟弟能够顺利地读完大学 我不知道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白文静 请上前一步 让梦想照亮现实 董德老师好 你好 女孩我前面看着你笑着 把你们家所有的不幸告诉了我们 你非常牛 也许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知道 眼泪不会让你妈妈再回来照顾你们 眼泪也不会让你爸爸爬起来为你跳支舞 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流泪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需要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可 还是希望获得别人对你的怜悯 我一直是这么想 假如说把我的人生拍一部电视剧的话 那么我一定希望它是一部励志剧 而不是一颗悲情剧 这一直是我这么想的 我今天来到这里 不是来博得大家同情的 也不是说来秀一秀我爸爸 说我现在多么不幸 其实我现在挺幸福的 毕竟我还没有了母亲 我还有爸爸在身边能陪我 我爸的这个病是绝症 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很佩服我爸爸 因为没有人有勇气 看着自己一点点走向死亡 我妈妈教会了我生活 我爸爸教会了我坚强 你这句话我要写到日记里去 你妈妈教会了你生活 然后妈妈走了 但是你爸爸教会了你坚强 他怕你不够坚强 所以他还在 那么现在社会的好心人是 已经有人对你爸爸 给了很多支持对吗 对 你是怎么去回报他们 还有你是怎么去安排的 给我爸爸的那笔捐款 是在基金会 我爸爸如果是做手术的话 他们会把钱直接打到 医院的账户上边 然后我生活的这一块呢 我还是希望靠我自己 因为我现在还年轻 我有手有脚 我自始至终也不想 把我的生活上面的困难 转嫁给社会 好 因为 我放心了妹妹 不用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其实你会比一般人 得到更多的质疑 因为这个社会 对质疑很感兴趣 对爱 也许他们并不那么敏感 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虽然说我爸爸的 后续治疗的话 基本上够用 我的生活呢 也能够维持 但是我弟弟这方面 他高上高二 他现在所产生的呢 辍觉的念头 并不是说因为 自己啊 学习不够好 或者是不够努力 是因为他担心说我 我自己 担子太重了 因为我妈妈去世了 我一个人照顾我爸 现在我弟弟 就已经比同龄人要懂事了很多 我每个月给我弟的生活费 都是由我自己的生 交完房租和我爸爸 剩下来的钱维持生活 有一次我弟弟 生活费 消费特别大 然后我就觉得 他特别不懂事 他消费了多少 我每个月基本上 给我弟弟 生活费是五六百 然后他那个月超了二百多 这么多年 我没有给我弟弟 发过火 但是我 给我弟弟发火了 是为什么 因为他说姐 我把饭卡拉在家里了 没有带 然后这些天 都是跟我同学一起吃 他们每天早上 都会加一个鸡蛋 然后我觉得 当时我冤枉我弟弟了 我觉得 我特别内疚 作为一个姐姐来说 因为高 高中生码正在长身体 我觉得我 特别无能为力 但觉得上了大学 我根本就负担不起 还不如现在帮我一些忙 但是我弟弟那么瘦小 因为他已经十九岁了嘛 个子还和我一样高 弟弟现在是高级 高二 今天来了吗 来了 波波老师 什么东西 波波老师好 大家好 你好 小伙子 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 来形容一下 你的姐姐 我感觉我姐姐特别坚强 其他的女孩子 在二十五岁的这个年纪 你姐姐和同事聚聚餐 或者是唱唱歌 逛逛街什么的 但是我姐她只不过是奔波在我姐公司和家里两点一线之间 没事 没事 你姐我是四兄同体的 我明白了 你这既当爸一把忙的啊 还当姐 姐是不是就像你妈一样 对 你 你学习好不好 中上能左右吧 你渴望读大学吗 渴望 因为我特别想往那种大学的生活 你是想往生活还是想往责任 更多的是责任吧 波波老师 说 我能不能让我弟弟站在我旁边 你觉得你站到你姐姐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谢谢 你好 波波老师好 你觉得父亲为你们的一生会带来很多麻烦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为我们奔波二十多年了 到现在我父亲病倒了 我们做儿女的不应该去嫌弃他 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 你们怎么看的 那是因为亲情还不够浓 父亲如果再陪伴你们二十年 姐姐会怎么样对待呢 我依然会照顾他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亲的莫过于父母 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我不能再失去我爸爸 即使是他不能动 即使是他可能像大家看到是我的拖累 但是有他的地方 不管是租来的房子 小也好 大也好 但是那是一个家 我弟弟回家 我回家 都会有笨头 你同意你姐姐的说法吗 同意 以我父亲才有一个完整的家 我觉得你姐姐解释了一句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想没有下去的就是 久病床前无孝子 然后你姐姐的解释是 她是你们的希望 是你们的寄统 你用你的行为 而用足以让人确信的真诚 告诉了我们 并非每个人都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是亲情还不够浓 爸爸老师 我弟弟一直想为我爸唱一首歌 希望你给他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能不能一块听呢 可以 把你的机器拿到这里来 紧张吗 不紧张 为什么 我这首歌 也要送给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 一边照顾我父亲 一边跟我读书 你真的不紧张 不紧张 你好牛 好 开始 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若笑和从前一样 听你温暖手找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拖清风烧去安靠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有我一切 还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 收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双成亲我们的家 总是借尽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很担心吗 你先把你孩子啊 长大了啊 但是一路上有你 对我本老师 虽然说我既只是她姐姐 我又是她的家长 但是她现在长大了 可能有些话也不会对我说 我了解她呢 只能通过她QQ空间 发表说说的方式 我一天我看到她的说说 她是这么写的 看见广场的叔叔阿姨 都在那里跳舞 我心里很难受 如果我爸爸能站起来就好 那个时候 我觉得她真的懂事了 昨天晚上回住的地方 我走得累了 她就跟我弟弟开玩笑说 我说看看能不能你背得动我 然后我弟弟说小意思 我说你这么小这么瘦 你还能背得动我吗 然后他说你才多少钱啊 他过来背起我 一直把我背到住的地方的门口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幸福 我说如果以后我嫁在哪里 你一定要也在那个城市 如果你姐姐受欺负了 你永远是我的后盾 前面我们大家都听到你唱了 你唱了一首很烂的歌 但是你让我看到了最真的情 我想问一下我的梦想 助力团 我们女士优先 作为一个聆听者 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 我第一 我希望弟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 来获得一份好的 可以改变自己命运 因为我们能帮得了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你的学费 郭博老师我要说一句话 就是来这次节目 我知道我姐姐是为了我 但是我并没想接受这次帮助 我已经19岁了 我也成年了 我想念完高中之后 我就想不读书了 我想自己去打工 不可以 因为那样 那样你会对不起所有 聆听你们故事的人 还是会对不起 我早就知道你现在的动态了 所以说我才带你来到这里 这个家我做主 你必须听我的 好 这个舞台上不能起冲突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在沈阳 做什么工作 我以前是做机械销售 想不想尝试 另外跟销售有关的工作 我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好的面试机会 怎么说呢 因为我现在两个小时回一次家 然后 两个小时回一次家 对 你要照顾你父亲 对我爸的翻身啊小便啊 什么的都是由我来照顾 我上班的时候 我也是两个小时回一次家 翻一次身 现在的公司 对我已经很照顾了 收入怎么样 我的工资每个月是一千六 一千六 好 我知道了 交给我 波波老师 我现在不是来上来跟大家来 要钱的 我是想 想让我弟弟安心 一个是他的心理 一个是解决他学费的问题 我们借的钱要还的 我们不是不劳而获的人 这样好吧 这个姐姐 孟自然是很大的一个企业 她想帮助你 后面还有一个长得很帅的 香飘飘的 也想帮助你 我都没给她说话 我那也因为进水楼台先得月 我先走了一个后门 你故事说到一半 我太太已经明确告诉我 她的学费不可以有任何人 由我们来解决 负责你在大学的所有的学费 如果你读硕士 我们会跟着你读到硕士 你读博士 我们会跟着你到博士 同意吗 谢谢波波老师 我不谢不谢 但最后要写后面的共享观察员 说的美女 没有什么想法 我看你前面一直在擦眼泪 也是 其实我作为一个80后 其实我很难以想象 就是身为一个姐姐 就是要去承担家庭 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我没有兄弟姐妹 我没有办法体会到 身为一个姐姐 要去照顾弟弟 承担就是在我看来是父母 要承担的对子女照顾的 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 我可以代表腾讯公益 为你们在两个月之内 募捐五万块钱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一定的帮助 谢谢你 谢谢 我不代表任何企业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在铁锡租的房子 租金是多少钱 租金是1200 你的收入只有1600元 你却要花掉1200来租金 那是刚好是我个人自己在 沈阳有一套住房再往外出租 那我个人愿意提供给你住 它是一个两食两厅 一分钱不负可能不太合适 那叫施舍 对你付一下暖气费和物业费 我想问一下暖气费和物业费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 300多一点一个月 那这样你可以降低 你用四分之一就可以又换好环境 又地方会大 不不老师我这些来就是为了我弟弟 你不觉得你的生活改善 可以有利于你弟弟安心的读书吗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自己 我不想把我的生活上的压力转移给社会 因为我现在的生活是不好 但是还有比我更不好的人不是吗 主豆优酷家 我们真的是有个项目叫做优酷拍客的项目 就是你可以用你平时零碎的时间拍一些东西 一个月兼职的费用可以上班 一个特别的视频 你们出的最高的价格是多少 最高的话是一千块一次 一千块一次 对吧 我想跟他请求一个土豆里上最高的稿费 没问题啊 就钱不够我自己出也没问题 他们越来越搞的 好吗 然后就讲 文剑我想像你买一样东西 就是你的这个自己家剪辑的DV的版权 就是免费播放的版权 我们的收箱片方公益基金 愿意出二十万购完你的版权 然后让他去各个视频网站播放 请各位视频网站同学多顶一顶 你愿意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 谢谢 谢谢 好 只有240票 我们才能梦想前生 准备投票 我们下期再见 看得下 爆青 好 好 好 我要飞了鼓掌 这是我们第五季中国梦想秀 最高的跳舞 非常感谢你们 80后孝顺女孩文静和弟弟 回到了梦想助理团的帮助 感谢所有爱心人士 也希望你们能坚守这份乐观和孝心 永远幸福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